大家好,我是玩區置業的阿強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廣州的潘嶼 接近南站的一個地方 兩個站就到我們南站 是什麼呢?就是我們一個住宅單位 是月秀星環TOD的一個項目 這裡就是住宅70年的一個使用期 現在我介紹到無論交通或地理位置都非常好的 而且我們旁邊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足球場 我們的雙圈位置就是在我們的中心點 而且我們這裡的性價比比較高 至於怎樣性價比高呢? 我們帶大家進去銷售中心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了,現在來到月秀星晚上 今天我們請到張先生跟我們介紹一個項目 好,這位是張先生 你好,現在向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項目 好,那我們先進去銷售中心 可以 這個是一個住宅的項目 是的,我們這邊就是一個花園式的小區 面積有多少? 我們現在在收一個戶型是90方至133方一個戶型 有三房四房 都是市面上最受歡迎的一個N加一個戶型 哦,90方至130方? 133 分別都有幾個戶型 是的,主要都是三房四房為主 無論是剛需還是我們一些改善型的客戶 其實他們的選擇都可以得到一個滿足 哦,但是我們的客戶很多都是 除了你說一個回來養老 沒有啦,可能會 因為都是做香港那邊的客戶很多 哦 同時也有一些是回來做投資的 哦,其實投資來說 我們這個區域都是比較合適的 因為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項目 好的,好的 我們看看區域系統 好,我們目前的項目 現在位於我們一個藍色區域 嗯 它同時也是我們一個漢溪大道的一個南側 都是我們7號線謝川站的地鐵上蓋的 哦,7號線 是的,謝川地鐵站 哦 我們項目的一個大門口 走到我們一個謝川地鐵站 就250-300米一個區間 哦 是的 我們平時無論是自己開車還是坐 我們的地鐵出行都非常方便 我們開車可以通過這個漢溪大道 五分鐘可以去到南站一個商務區 嗯 那麼十分鐘都可以去到我們長龍漢博雙圈 是 那麼目前整個潘域來說 現在最發達的一個CVD 就是我們一個南村漢博的一個雙圈 嗯 那麼我們都同時可以坐我們一個地鐵出行 是,我們這個7號線謝川站 它是一個東西幹線非常重要的一條幹線 現在這個7號線運營緊嗎 沒錯,已經開通了並且投入使用了 哦 是,我們可以通過這個7號線是兩個站到我們漢溪長龍 是,漢溪長龍到時可以換成我們3號線 往北走7個站可以去到珠江新城 是,廣州最佛大地方 是,是往南走是可以去到我們一個潘域的一個區政府 哦,即是地處是一個中心地點 嗯,沒錯 那,我們這個行項目再坐一個站 即是三個站是到南村漢博地鐵口 是 不過在湾城11號線 哦,現在最熱的那條線 是的,最熱那條線都是全國的現在 即是地鐵可以走,地鐵可以走到160速的那個 是,沒錯,沒錯 我們可以通過這條線 坐四個站去到珠江新城的閃川版塊 四個站去到閃川 八個站未來可以到扒州 九個站去到黃埔的金融城 意味著項目出發 十個站之內可以通達全廣州客森中心 剛剛往東走 我們往西走一個站去到石壁 石壁可以換成二號線 石壁也是一個交通樓樓的中轉站 中轉站換成站 我們往北走三十分鐘可以去到江南西雙圈和月秀版塊 三十分鐘就去到江南西那邊 沒錯 真的很方便 再坐一個站去到廣州南 廣州南可以換成未來的二十二號線 二十二號線是去哪裏的? 二十二號線是北至麗灣的白岸探 南至南沙的一個萬景沙 是 我們這條線路是預計是明年正式開通的 包括今年預計都會開通我們陳頭廣 到我們一個般若廣場 它未來的南延段是直通東莞和深圳的 即是大灣區兩小時生活圈都非常方便 這也是地鐵線來的 是地鐵路線 是地鐵飛到這麼遠 是啊 其實我們廣州南站來說 它不僅僅作為我們一個交通樓 它同時都是我們政府十四五重點工程的規劃 是 包括都吸引了非常多的一個大型的開發商 和我們一個企業過來進駐 是 現在呢 開通並且投入使用的呢 就是我們一個南站的一個起街 南站起街 還有我們一個萬博的細博會 以及 是的 等等先 你先說完交通 我現在又想問一下 我們的客戶通常在香港那邊過來的 那香港過來的我們這個項目 是最快趣最便捷的方法是怎樣的 其實最快趣就是在我們廣州南站 那邊坐我們一個高鐵和地鐵 是 就可以直接到我們一個深圳 去到香港都OK的 是的 我在香港可以在西九龍直接坐直通車過到南站 也可以在深圳坐車過到南站 再轉兩個站的地鐵就來到我們的項目 沒錯了 是的 那它這個出行呢 即是地鐵路線都非常之便捷 是 那說回雙圈咯現在 是 那我們雙圈呢 剛剛說到很多我們大型的企業 和開發商局那邊投資的 嗯 其實包括我們這個中族廣場 其實它是對標天河的一個花城會 中族廣場 嗯 是 它的體量是二十六萬個方 那大概就相對於兩倍花城會一個大小 是 是 好像地下商場 那包括我們一個香港人眾所知的 一個新鴻基 是 新鴻基在這裡是投資了一百零五個億的 未來呢 是會打造為一個超大型的地下商城 包括超過我們一個九十萬方的商業體 寫字樓啊 酒店啊各方面都有的 那以後呢 我們這些業主啊 來我們廣州藍站這邊 他除了可以坐高鐵 他還可以享受一個不出站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一個商業的一個使用 包括我們一個曼達啊 海印啊 越海啊 其實這些已經開通並且投入使用了 那兩大雙圈它一個發展呢 都 的紅利呢 我們項目都可以享受到的 因為我們是位於兩個核心雙圈的一個交界 黃金交界柱 嗯 是的 那現在是一個現成的配套 那包括我們剛剛整個藍站 它這個規劃呢 都是在2025年 實現一個全面的交付的 哦 是的 那這個就是周圍的一個商務的一個規劃 那除了商務規劃 我們這邊的一個交通 包括我們一個醫療配套啊 和我們一個教育配套都非常齊全的 是的 我想問一下你們的醫療配套是怎樣的 其實醫療配套呢 首先我們項目隔離這個位置呢 是有一個UCLA 里根的一個 其實它是美國西海案排名第一個醫院來的 哦 同時它都是全美國排名第四個醫院 嗯 十四位的一個羅貝爾教授 都是在這個醫院裡面去醫療的 哦 所以它的水平就非常高端 哦 明白明白 那除了一個私人醫院 周圍都有三級級醫院的 包括我們一個祈福雙圈 我們可以通過漢溪大道轉一個市港道下來 大概十八分鐘 可以到一個祈福醫院三級級醫院 嗯 那往北走呢 可以去到我們南村曼博的一個 一個省富幼 都是三級級的 還有市人民醫院 都是十五分鐘到十分鐘 我就知道祈福醫院呢 簡直是超過五星級的了 是的 它的醫療服務水平包括它的專業程度 非常高端 是的 那除了我們一個醫療配套 那教育配套 我們項目周圍是有九塊教育用地的 哦 這麼厲害 九塊教育用地 沒錯沒錯 那我們項目本身首先呢 是自大一個五千方的一個幼兒園 嗯 包括它是十八個班的體量 以及兩班的託兒所 嘩 那個容量都很大 是啊 那其實完全滿足到 所有業主的需求都是沒有問題的 嗯 那我們的項目的一個西渣呢 它是有一個初中的 嗯 這個初中其實它已經建好了 那目前呢 在等著我們政府一個掛牌命名 就可以提合使用的了 嗯 那我們的一個藍澤 藍澤這個位置呢 是有一個初中一個幼兒園的 做一個小學 是 它這個幼兒園和這個小學 都是統一在二三年 完成一個交付 嗯 周圍的五塊教育用地 都在二五年之前 都會完成一個交付的了 嗯 其實該有的一個醫療配套 還有我們教育配套都會有齊 嗯 雙圈也有 嗯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 運動的綜合體是比較大型的 嗯 是 我們這個運動綜合體 其實它就是恒大的足球場來的 哦 那目前呢 是被承頭接管了 承頭 是 承頭是我們一個小蠻腰的一個低造者 嗯 那它未來呢 都會打造第二個城市地標的 就是我們這個廣州的一個足球場 嗯 它建好之後呢 都是全世界 不是全世界最大的足球場來的 嘩 我的規模很大 是的 它未來都會承接非常多 我們的體育賽事 還有我們大型的演唱會 嗯 那我們作為這個區域 唯一的一個標誌性的一個建築 都是一個非常帥仔的一個城市名片 嗯 嗯 那大概的一個區域情況就差不多了 那向你介紹一下三款 好的好的 嗯 我們現在地處的位置變得 我們 你剛才說借村站就是這個 對 這個就是借村地鐵口 嗯 我們現在目前在地圖上的這個位置 嗯 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走到地鐵口 大概是500米的一個路程 哦 是 其實我們現在賣的 有三號樓和四號樓 它來地鐵口的大門口這個位置 走過去的話 大概是250米左右 300米的距離 哦 是的 到時會更加近 更加便捷 現在是賣三號和四號樓 嗯 那整個項目來說 我們整個項目它佔地是7.07萬個方 哦 它的一個建築面積是28萬方 那麼我們綠化是到了4.6萬方 嗯 那意味著它一半是建築 成下一半全部都是綠化 所以 那個人口的密集度不是很高 是的 人口密集度非常之低 包括我們綠化率很高 35% 那跟我們一路之隔的 這邊是一個254萬方的一個大象江森林公園 這裡有一個森林公園 是的 城市綠廢 所以我們周圍的一些生態環境 和我們一些天然養吧 都是 嗯 那整個項目它分為我們在北區和南區 我們現在所在就是北地塊 嗯 北區一共是有四棟高層洋房 和我們五線方的幼兒園 哦 南區是有九棟高層洋房 和我們一個泳池 和兩線方的一個運動場區 嗯 是 我們南北的功能間是商戶去溝通去使用的 是 那北區對比南區更大的優勢 是什麼都第一 密度會低一點 沒錯 是 第二 第二距離地鐵口會近很多 是 我們每天出勤都是經過地鐵口 嗯 但可能一年才去游幾次水 但我們一樣可以去 是的 哦 那個設施是共享的 對 設施是共享的 嗯 那我們現在在售一些戶型呢 它其實都是一些全南向戶型 無論是這邊的東南 還是這邊的西南 都是沒有北向的 哦 那邊戶型是一個南北對流的 所以我們住起來非常之通風透氣 和我們採光施密性 都是達到最大化的了 哦 即這個設計上已經是全部都向南的 嗯 沒錯 那麼現在我們在售三四棟呢 去那個分別的那個戶型是怎樣的 嗯 首先三號樓呢 是有四個戶型的 嗯 最小是九十方的一個南北對流 嗯 還有一個九十五方的一個東南向 包括我們這兩邊是一個 稍為大小小的戶型 一百十五方的一個西南向戶型 都是望花園的 所以很安靜 嗯 那麼我們四號樓呢 相對會面積段會大小小 哦 它這邊是有九十五方到一百三十三方的最大 南北對流一百三十三 嗯 即是四號樓啊 只有兩個戶型 一個九十五一個 一個一百三十三 還有一個一百十十五 哦 還有一個一百十十五 沒錯 三個戶型 你們那個 到時的交流期是甚麼時候 我們交流呢 是2024年5月12號之前 2024年5月份 嗯 大概是兩年半左右 兩年半左右 兩年半之內會交流 嗯 2024 OK 那麼交流的時候是帶裝修還是 是的 正裝交流 正裝交流 我們這些高窗地比是 到了百二十四的 它的外面看起來 極具一個流線型 包括它的實用率 都會同比於所有同類型的 它的實用率都會高 現在那個在售價是多少錢 目前的均間是一個三萬八左右 三萬八九 就是看你選的流程和朝向 都會有一個 最低是三萬八起 三萬六七都有 哦 就是樓層低一點 是的 就是二三樓的便宜 相對來說 可以說是三萬六起步 對 三萬六起到一個三萬九的居間 哦 樓層坐向 這個又是有區別 是的 其實作為漢溪大道 延線上來的一個樓盤 整個項目性格比是最高 包括它一個地鐵站之外 就是我們中村 中村這邊是一個 長龍致辭的開發商 是龍翠 現在都賣光了 它當時的均間是四萬五到五萬 大積為主 也要七百八萬到成千萬起 哦 再一個地鐵口 又是我們越售的產品 叫和越虎 嗯 它目前在售的 均間是一個五萬七到一個六萬二 哇 我們這個樓盤的性格比很高 是的 我們只是跟它隔著兩個地鐵口 一樣是地鐵口常蓋的一個埋頁 現在才三字頭 所以它現在都是性格比非常之高 如果好像你這樣 這邊還比較接近南站 是的 那個交通出行更方便 是的 沒錯 我們再坐兩個地鐵口 就到我們南站 所以它的出行就很方便 那除此之外 作為兩個商圈一個交界處 它中間其實是一個高端住宅的區域 我們現在的項目是屬於第一個食土的人 嗯 是的 就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好的 OK 謝謝 那帶你看一下我們陽板間 好的 好 陽板間是哪裡 OK 剛剛跟大家介紹完我們的區位 現在帶大家看一下我們一個115方的陽板間 那進來這個門口這個位置呢 是我們一個鋼木門 唯一看鎖紙密密碼鎖匙卡的 那進來的左手邊 這個呢就是我們一個廚房 廚房呢它有一個功能間是非常之大的 115方可以做到這樣一個實用率是非常之高的 那包括我們一個大名窗的設計 還有地下一個瓷磚 是 包括我們的這些櫃呢 基本上都是膠標來的了 是 那到時兩個人過來操作呢 洗切炒拿都是一個轉身可以完成的動作 這邊是預留了一個箱開門的一個冰箱 冰箱位的 是 那進來這一邊呢 是一個我們一個餐桌和一個客廳的位置 那這一邊呢是做了一排的一個餐邊櫃 是的 那以後呢都可以放一些紅酒啊 放一些自己的收藏品啊 那邊使用都沒有問題的 那再往前走呢 這邊就是我們一個廳出陽台了 我們這個陽台呢是一個大陽台來的 它比傳統的陽台會更加闊 它是一個6.4米的大陽台 左右兩邊呢是預留了我們一個櫃位去做我們一個 洗衣機啊和我們空乾機啊 預留了這個位的 那包括我們陽台的這個朝向呢 都是一個南向的 無論你是選擇這個115的 它是一個西南向望花園 是非常之彩光非常之好的 那進來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一個陽光房了 陽光房它的一個膠符呢 基本上都是夠用的了 地面是一個木地板的 那前面少少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一個衛生間 衛生間這邊呢是做了一個乾室分離的設計 是 包括了我們一個防滑瓷磚啊 還有我們一個小天花啊 還有我們燈啊 以及一個名窗的一個設計啊 那它其實都不用擔心 我們一個氣流的一個問題了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是一個街衣的一個陽台的一個房間 改造而成的 整間房它的面積是贈送一半的 嗯 那包括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一個最大的一個次貨了 那次貨呢 同樣呢 都是一個木地板的膠符啦 那包括現在這個床位呢 其實它開了一個大床的 是1.8米的大床 下面呢 這個空間還可以放一些儲物空間 包括我們一個書啊 放一些玩具啊 做一個兒童房啊 完全夠用的 這邊還可以放一個大書桌 和一個大衣櫃 是 那主貨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一個南北對流的設計的 那首先這個位置呢 是贈送了一個飄窗位置 飄窗位置這邊是一個北窗 北向的一個窗 到時這個窗一打開 和我們一個和室的這個藍窗一打開 就會非常之對流的了 所以到時它的氣流呢 非常之舒服 那以及呢 這個位置呢 是我們一個衛生間 它是一個主禍的衛生間 一樣是做了乾濕分離的 包括這個飄窗位置 都是全正送的 是啦 所以它的空間看起來非常之大 那進來這個主禍 主禍是其實它預留了一個 兩個衣櫃位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衣服是越來越多了 包括這邊呢 是預留了一個大衣� 以及後面這個位置 同時都是預留了兩個衣� 它的盡心呢 是正常的衣櫃的一個大小 包括我們女孩子或者女業主 她的衣服比較多呢 是完全可以滿足到她的一個需求的了 剛才張先生和我們也都講解過我們的陽板房了 那麼現在我們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現在我們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給大家一個 就是容易入路一點的 嗯 首先我們講一下我們這個樓空的優勢 嗯 那樓盤的優勢呢 其實最簡單的一來是性價比問題 第二來呢 它一個交通的優勢 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到了 交通 交通 不用說話的 因為地鐵上過的 兩個站到南站 對 這是最便捷最方便的 沒錯 而且呢 我們旁邊就是一個超大型的足球場 對 南站雙圈和一個萬博雙圈的一個核心交界為處 嗯 對 兩大一個商業體的一個經濟輻射 我們都可以享受到的 對 因為我們過這兩個位置都是兩個地鐵站的一個距離 嗯 都是在我們這些重要商圈的中間點 對 沒錯 沒錯 嗯 嗯 現在呢 那個 賣的那些單位呢 我看細面積的那些都挺好賣的 細面積的90和95是全部清袋的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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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上來買有沒有限購呢? 香港人可以買的,可以買一套 買一套,你所指的買一套是在國內買一套 還是在我們這個區域買一套? 在廣州可以買一套 在廣州可以買一套 譬如說我在杭州或桂南買一套 是不影響到這裡再買一套? 要看它的具體情況 例如社寶 譬如社寶,譬如它的名額有沒有用過 或者是貸款的情況 當然,如果它是真的想買的話 它來到現場,我們可以給它一些指導 這個大家心中都清楚了 因為有些東西我們現在簡單說幾句 可能都比較難理解 如果我們的客戶是 到了現場,我們張先生會和他很細細地分析 這件事是怎樣的方式去買 對,沒錯 因為始終這些地段真的不是那麼多 現在真的買一套就少一套 而且性價比比較好 對比整個漢溪大道下來 最便宜的一個樓盤 而且過去的客森區並非常方便 除了最便宜的一個樓盤 還有一個我們的發展商就是月秀的發展商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個實力是多大的 對,對 真是一塊放心肉 對,包括現在整個廣州 非常多地標都是我們月秀起的 西塔馬FC,西塔,還有市場大廈 徐庫大廈,還有維多利,港場都是月秀起的 月秀是央企還是? 國企 國企 包括廣州地鐵 其實都是我們月秀地產的第二大股東 廣州地鐵 所以非常多大型的企業 以及政府單位都為我們開發商背書 所以你不用擔心開發商的實力問題 對,因為在佛山我都跟月秀買過很多樓 因為佛山在月秀的公寓 因為我香港人在佛山是行購 很多人就買公寓 因為公寓是真的很划算的 那也是,它的材料包括建築模式和性價比都非常好 因為我們跟月秀做都做了很久 所以亦都知根知底 在購房買樓的交錢方面是怎樣? 有沒有貸款呢? 貸款是… 我只是香港人 香港人是嗎? 國內一定有 都是要看具體情況 因為我們現在本地的情況 對香港人和澳門人有一定的優待 這麼好嗎? 具體的要看具體情況 因為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因為貸款呢 說真的 如果香港人回來貸的話 就… 性格比較高 對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基本上在香港來貸 都好過在這裡貸 這個是很實在的一句說話 明白明白的 嗯 其實現在我們說到這裡 都基本上和大家都分析過了 無論我們交通 周邊的環境 還有我們醫療方面 都比較健全的 所以我們的客戶在這裡投資 將來回來自住 也是一個首選來的 嗯 沒錯 現在阿張先生還有些什麼 跟我們補充呢? 其實呢 這麼好的項目呢 我覺得錯了都挺可惜的 真的如果有這個購房需求 你無論拿來自住還是投資 我覺得都是非常值得過來看一看 對 沒錯 因為產品這些 主要都是看適合自己的 它永遠都沒有最好的 當然 對 如果真的有這個需求 我建議 都可以過來參觀一下 我們等到一開閘 我們就會有客人上來 因為現在是我的閘 沒有辦法 每個人都虎視眈眈 對 明白明白 其實也有很多人 是有一個這樣的需求 因為說實話 在香港買樓第一個季 第二個 周邊的大空間 始終不夠大陸 這裡大 這裡去哪裡都方便 是啊 是啊 還有那個 住起來的舒適感 差很遠 是啊 我們項目對面就是一個大公園 所以你說以後自己住 都很舒服 是啊 這期節目也辛苦了 張先生 好 下期我們再見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留意我們的二線電話 趕快買起電話 跟我們聯繫 因為這個項目真的買少見少了 OK 下期再見 好 拜拜